各位朋友大家好 公元1644年的4月25日 崇祯皇帝自役于眉山 从此以后作为大一统王朝的明朝就此覆灭 在崇祯自役之前 面对国内国外复杂兼具的局势 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朕没钱 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 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是后金的崛起 明朝当时受到了外敌的入侵 二李自成张献忠他们的民灭 导致国内内乱 三小兵和七 后金的南下和国内粮食的大幅度减产 都与此有关 次文一 据史料记载 当李自成围攻北京的时候 北京城楼上总共有15万个舰舵口 但只有5万的守军 也就是说一名守军要守三个舰舵口 五党征 党征也导致了当时晚明时期士大夫阶层的集体堕落 第六点也是大家经常提起的就是崇祯本人的性格 他的治国方略 明朝晚期整个明帝国就像是一个在下坡路上急驰 刹车又失去控制的马车 崇祯的本意呢是想让马停下来 不要坠入身见 但他每一个鞭子打下去 得到的结果都是让马更加疯狂的奔跑 崇祯最终成了明帝国覆灭的加速师 以上六点到底哪个起的最主要的作用 这个呢很难说 其实任何一个王朝覆灭的原因都应该是多方面 是各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以上六点不仅仅是明朝灭亡的原因 而且也是明朝以前很多朝代灭亡的原因 所以这些原因实际上并不新鲜 而明朝的灭亡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就是以往的朝代基本上都是孤立于世界之外 而明朝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 他已经都成了全球经济政治中的一级 而明朝的新王与当时全球的政治经济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特别是在经济方面 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全球的视角 我们就会看到当时的世界是如何深刻的影响着明朝 让他可以因为巨量的贸易顺差而暴富 也让他最终走向了灭亡 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六点 也与经济的崩盘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可以这样说 经济就是导致明王朝重伤最终死亡的那颗子弹 而扣动射出这颗子弹那支枪的就是白银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明朝晚期的经济是如何崩盘的 明朝这个曾经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白银帝国 是如何成也白银 败也白银的 因为白银的数量很少 所以根本就支撑不起作为货币的功能 明朝以前的中国古人 更多的是把白银当作是一种宝藏 藏于家中 而且这基本也仅限于上流社会 平头老百姓基本上也见不到银子 如果有的话 那肯定会示我珍宝不会轻易拿出来进行交换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水浒传中那些好汉们花钱可用的都是银子 虽然说是些散碎的银两 但毕竟也是用银作为货币进行结算 比如说武聪在打虎之前在那个小酒馆喝的那三大碗酒 就是用的一块碎银子付的账 水浒传描写的是北宋宋徽宗时期的事情 其实啊 宋朝主要的流通货币就是铜钱 如果大宗的话 有可能会用上胶子 但通常不会用银 水浒传中之所以有这样的描写 是因为作者施乃安 他是原末明初的人 其实原末明初的时候银子也很少被使用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用银付款的描写呢 这很可能是因为水浒传后来经过多次的修稿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应该是出自于明朝的中后期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人们才习惯用碎银子付款 但这也不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毕竟银还是比较贵的 一般那时候吃个饭喝个酒什么的 还是会用铜钱或者是用纸钞付款 水浒传中之所以有这样的描写 那很可能是为了表达那些江湖豪客们的豪爽之气 一致千金 这一点呢 此刻正在观看视频的混黑道的朋友 一定是深有感触 一说到白银呢 大家可能会想到银元宝 银元宝顾名思义就是元朝的宝 所以他是元朝时出现的 元宝呢 后来成为了银定的范称 但在当时元宝是专职重五十两的银定 元宝的样子对有些朋友来说一点也不陌生 因为他们在梦中经常见到 就是两头翘翘中间凹进去的那个样子 为什么中间要凹进去 那是因为便于携带 人们会将元宝用绳子系在腰间 所以腰缠万贯的人通常是不嫌个的慌 还有呢 大家经常听到过的就是文银 文银呢 指的就是银含量非常高的银定 大概含量应该在98%以上 之所以叫文银呢 是因为这种橙色的银子 在制造过程中会出现一条一条的文状 所以呢 这些纹路也成了银定的质量保证 但后来呢 有些人也学经了 他们掌握了一些方法 能够在一些橙色不足的银定上 做出文银的样子 做出那一条条文银 所以文银的地位呢 也就没那么尊重 那么明朝哪来的这么多白银呢 这就要从公元15世纪开始说起了 那时候对应的明朝 应该是差不多家境连接 以前我们讲过 明朝是实行海禁政策 朱元璋曾经说过 骗吧 不得入海 家境朝时期也是严格执行的海禁政策 但那时候已经进入了大航海时代 明朝不再孤立于世界之外 明朝本国生产的产品 对于其他国家来说 具有着非常之大的吸引力 首先呢是价格低廉 明朝国内的劳动力价格就比较低 这样的产品价格自然也不高 以丝绸为例 在欧洲中国同类商品的价格 仅占本地出产产品的50% 甚至是30% 有资料记载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 曾经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生丝 当时的采购价格是每磅四顿 而这些生丝卖到了欧洲 每磅价格竟然卖到了16.8顿 这样高达300% 400%的利润 怎么能不让那些欧洲商人们 趋之若鹜呢 但是明朝是实行进海的 那怎么办 只有走私 所以啊 那时候来往于中国与西方的商船也好 海盗船也好 其中从中国返航的搭载的是 茶叶丝绸各类中国的产品 而从欧洲启程的搭载的就是白银 因为明朝那时候 基本上还是自给自足的小营经济 并不需要西欧的那些产品 他们只需要白银 西班牙人也好 葡萄牙人也好 到了中国 他们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 就是买买买 白银此时既是货币 也是商品 所以啊 从嘉靖朝开始 白银就开始慢慢的流入了明朝 嘉靖朝以后就是龙庆朝 龙庆朝大家都知道 有龙庆开关 明朝的海进政策 终于部分的被取消了 说起龙庆皇帝朱宰记 这是一个存在感非常低的皇帝 他总共执政就六年时间 和崇祯皇帝相比 朱宰记的才智似乎也比不上 但他有一个最大的长处 这点也是崇祯万万不及的 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所以很多事情他就放手让手下的大臣们去干 你们不是有本事吗 那你们去做 我看着 所以面临他继位之初的南窝北鲁的状况 他就放手让大臣们去操作 于是他就做成了两件大事 一个是龙庆合议 一个是龙庆开关 龙庆合议是在北方针对的是北鲁蒙古人 朱宰记知道高拱很能干 就让高拱去和俺达汗去谈 咱们不要打仗了 咱们弄出一块地方一起做生意吧 大家都有饭吃 于是中国的北方边境安静了下来 一项政策引来了几十年的和平 南方不是有倭寇吗 他们不是拼命的想从中国购买产品吗 那就打开一个港口吧 又不是让他们进来杀人放火 朱宰记就像一个撒手的掌柜 他本身并不是有多高的材质 但他与崇祯相比 有一点是崇祯万万不及的 他有自知之名 也有识人之名 龙庆开关是在公元1567年 而也就是差不多在同一时间 在安地斯山外的里科山 发现了大银矿 传说中发现这个银矿的过程是这样 一个叫叠戈的当地人在山间奔跑 突然脚下失足 跌入了一个小山坡 在他临跌倒之际 本能的抓住了身边的一层灌木 然后等他站起来以后 就发现那个被他拔起来的灌木下面 却闪烁着金属的光泽 本人也就是看了这则故事以后 养成了一个拔草的习惯 见着草就要拔 万一呢 这些年呢 拔了也底有上万丛草了 万肯定是有了 但那个一一直没有出现 倒是搞得那些见到我的草 都拼命的往土里钻 一经发现 破托西当年的银产量 就占了全世界银产量的80%以上 当时这个地区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 西班牙人将这些银子从安地斯山脉 运到了菲律宾的马尼拉 这个地区呢 那时候也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 而到了马尼拉以后 那里有大量的帆船 等待着这些银子 然后这些满载着白银的大帆船 就源源不断的驶向中国 波托西银矿和马尼拉大帆船 铺就了这条从西方通往中国的银色大道 涌入中国的不仅仅是来自于美洲的白银 还有大量来自于日本 在东亚地区那时候日本是产银大国 日本那时候也非常需要与中国进行贸易 他们非常需要中国的那些产品 但他本国又生产不出相应的中国需要的产品 所以他们也只能用白银来获取他们所需的那些丝绸茶叶陶瓷制品 这样两股白银几乎是在同时涌入了中国 那么会造成什么情况 按照我们现代经济学的观念来看 货币的供给量也就是M2 如果大幅度增加的话 那么必然会引起物价的上涨 造成通货膨胀 但是在当时的明朝 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这些银子的一大部分并没有投入到流通领域 能够赚这些银子的人 大部分是广州或江南地区的富商 这些人并不急于将这些银子进行扩大再生产 因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他们很容易能够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产品 所以这些银子的一部分 按照中国人的购物习惯 转化为购置房产 田产 另外一部分 按照中国古人的习惯 就将这些银子叫藏起来 所以虽然当时涌入明朝的银子很多 但因为其中一大部分已经退出了流通领域 所以并没有造成类似于物价上涨 这种通货膨胀的标志性现象 比如说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米价 变动就并不大 但田产和房产的价格却一路飙升 房产田产也就成了我们现在所理解的 超发的货币的巨大的蓄水池 这种情况我相信在现代的经济社会中也能够看到 蓄水池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 总有一天这些被储存已久的孕育着巨大力量的水会破滴而出 不管怎样 对当时的明朝来说 白银的大量涌入等于是给帝国的经济注入了一支强心计 明朝生产的产品有了销路 大量的产品出口 大量的白银涌入 明朝的经济也就差不多在万历年间走向了繁荣 白银也就作为货币被非官方的承认了下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居正在实行一条边法的时候 将以前的实务税改成用货币交税 而指定的货币就是白银 那是因为当时明朝市面上有白银 如果像以前那样 那根本不可能用白银来交税 明朝以前最早也有货币 而且还是特别先进的纸钞 就是大明宝钞 这是红武年间 朱元璋在建朝以后就开始实施了 大家知道朱元璋的文化水平并不高 更不懂什么经济学 而且他所推崇的是最基本的小农经济 最好是你家生产两皮布 我家生产两斗米 然后你拿你的布换我们家的米 咱们根本就不需要货币 物物交换就可以了 但是他也知道没有货币不行 所以呢 他就搞了一个大明宝钞 我们以前讲过明成元制 元朝就大量的发行纸钞 市场上主要的流通货币就是纸钞 如果谁敢拒收纸钞的话 那就会被判杀头之罪 元朝的最后灭亡 也与他过量印发纸钞 造成的通货膨胀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朱元璋搞的这个大明宝钞 比元朝的纸钞更加过分 元朝的时候人们还可以拿中统钞 就是元朝中统年间发行的纸钞 去兑换金银 而且中统钞背后也是有着金银作为准备金的 其实在更早的北宋南宋年间发行的交子惠子也都是有准备金的 北宋的交子是以铁钱作为准备金 而南宋的惠子是以铜钱作为准备金 而老朱搞的这个保钞则是更加的过分 完全没有任何的准备金 就是这么闭着眼睛印 而且这些保钞不管你有多少也不能兑换出金银 但反过来当老百姓交税的时候 一部分可以用保钞来交税 另一部分则必须要用金银 这实际上就是政府变相的搜刮民间的金银 所以很快保钞也就变成了废纸 一般都是在王朝末期 比如说北宋末年徽宗时期 或者是元朝的元顺宗时期 由于政府过量的发放纸币造成通货膨胀 纸币也就成为了废纸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 认为这种局面应该改变一下 所以他就在建朝仪时 就把自己发行的货币给废了 根本就不等到王朝末期 此外有意思的是 大家知道朱元璋是一个农民 有着农民式的脚侠 朱元璋对待官员是比较吝啬的 这一点崇祯皇帝倒是有样学样 朱元璋如果觉得你最近工作表现不错 想对你进行嘉奖的话 他不会赏你金银 他会让自己的皇家印刷厂 加印一些货币赏给这名官员几百兆的大宁宝钞 让他回去胡窗户 也就是这些大量涌入的白银 支撑了万历年间发动的万历三大争 同时呢也支撑了万历皇帝的内塔 所谓的内塔实际上就是皇帝的私房钱 说起这内塔啊 咱们稍稍的跑一下题 跑的也不远 咱们就回到崇祯朝 有一种说法呢 说崇祯有很多的私房钱 总共有三千七百万两 这些钱最后都便宜给了李自成 所以说呀 崇祯真是昏庸无比呀 自己有这么多钱 还要搜刮民财加三想 但事实真的如此 最早说崇祯有大笔私房钱的 是明朝的几名文官 比如说汉林院的杨世聪 就说崇祯有三千五百万两白银的私房钱 后来都被李自成拿走了 还有一名文官是兵部的郎中 张正生 他说的更夸张 说崇祯有九千多万两白银 黄金也有差不多五千万两 后来国阙的作者谭谦 也提到了崇祯有大笔的私房钱 后来这种说法呢 被广泛传播 还要归功于郭沫若写的那篇 《假身三百年纪》 其中提到了崇祯的内傻 而且郭沫若在文中说 说按明记北略记载 崇祯当时的内傻银是三千七百五十万钉 每钉五十两或者是五百两 听起来是有理有据 不过明记北略的作者 纪六奇真的是这样说吗 其实这是一个最典型的 断章取义的范例 我们来看一下明记北略的原文 是这样说的 旧有镇库金 今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钉 钉借五百两 欠有永乐字 每坨两钉 不用包裹 谈签约三千七百万钉 损其麒麟 既可两年加派 乃今日考成 明日搜刮 海内骚然 而君时如故 其先帝未睹一记耶 不胜感慨已 于为国有如此多金 须罗马一千八百五十万方可载之 既循环交付 亦非既月可弊 则知此言未可信也 实际上 纪六旗是引用国雀作者 谭签在国雀中 记载的 崇真意 有这么多的私房钱 纪六旗对此是不认可的 按纪六旗说 如果真的有三千七百万钉白银 每钉五百两 每只驴能够妥两钉白银的话 那么运输这些白银 就需要一千八百五十万头锣子 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多的锣子 即使是让这些锣子循环仿处 二十四小时来回的搬运 那时间上也赶不及 怎么可能在一月之内 就能把这些金银送走 所以可见这种说法完全是荒谬 郭墨若先生不知道是诚心的 还是故意的 只引用了明记北略中的前半部分 后半部分则完全忽略不计 那么崇祯到底有没有这么多的私房钱 我觉得肯定是没有 这方面也有很多史料可以证明 比如说崇祯的锦衣卫谦士王世德 在他后来写的《崇祯一路》中 就曾经反驳过这种说法 说崇祯皇帝并没有什么私房钱 他的库房是空的 王世德是锦衣卫的谦士 算是崇祯身边的内臣 而杨世聪他们不过是外臣 考虑到当时君臣之间相互猜疑的状况 杨世聪他们作为外臣 对崇祯的内堂有这样的猜疑 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者说了 说崇祯昏庸不假 但真的昏庸到了这种程度 还是让人无法置信 别忘了明朝是家天下 只要把天下能守住 天下的财宝都是崇祯的 他何必要计较自己的这点私房钱 而且崇祯也是一个好面子的人 他为什么自己明明有钱还要舍下脸向那些皇亲国戚 向那些大臣们让他们捐款呢 就像我在上一期中曾经谈到 如果我们在读史中发现了一些愚蠢的任用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多问一个为什么 这真的是实实吗 从3700万两到了3700万钉 每钉或者是50两或者是500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崇祯的那赏要么就是18.5亿两百亿 要么就是185亿 全世界的银子都在崇祯的内裤中 你觉得可能吗 就这样明朝还亡了 这怎么可能呢 崇祯自己也曾经多次的不管是在公开场合 或者是在私下场合告诉他的大臣们自己没钱 崇祯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朕没钱 你们现在可以打我 当年劝他年签的叫李明锐的那名官员 私下里见崇祯的时候 希望崇祯动用内赏完成南签这件事情 但崇祯对他耳语说 我真的没钱了 崇祯有没有四方签 最了解情况的应该是他的手下的那些太监 那么为什么崇祯在号召大家捐银住享的时候 捐银最多的反而是那些太监们 如果太监们知道崇祯有那么多的私房钱 却让他们掏腰包的话 他们还会捐那么多钱 恰恰是那些外臣那些文官们 有的他们就偏执的认为崇祯有私房钱 所以这也就成了他们不愿捐钱的原因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 后来他们愿意散布说崇祯有大量的私房钱 这不过就是为他们自己当初的行为找一个借口而已 再者说了 如果李自成真的能够这样轻易的从崇祯那里拿到3700万两 甚至更多的白银的话 那他何必要勒索那些官员以天下人为敌呢 李自成进入北京以后通过搜刮得到了总共7000万两白银 京城的官员富商中能有这么多的银子 恐怕也与中国人较藏白银的习惯有关 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那么这些白银李自成是怎么处理的呢 他是将它化成了银块 然后送回了自己的老家 总共搬走了3700万两 不过就是李自成迁走的那3700万的赃银 李自成也不愿意说这些钱是从民间搜刮来的 所以向外散布说这是崇祯皇帝的私房钱 既打击了崇祯帝的生育 又为自己的这份赃银稍稍的洗了一下白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李自成总共搜刮了7000万两 运走了3700万两 那剩下的3000多万两哪去了 应该是留在京城了 留给了京城的下一个主人 那下一个主人是谁呢 满清 在明史中将李自成称为贼 但贼也有贼的规矩 比如说见面分一半 万历皇帝执政期间 在英国的执政者叫伊丽莎白一世 他曾经给万历皇帝写了一封信 信中的大意呢 就是希望发展两国的贸易 很可惜这封信由于送信人的病故 没有交给万历皇帝 这封信后来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1989年伊丽莎白二世访华的时候 将这封信交给了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年 这位伊丽莎白二世就是2022年去世的那位英国女王 就是在伊丽莎白一世执政期间 也就是公元1588年 英国人击败了西班牙人的无敌舰队 由西班牙人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再后来欧洲爆发了30年战争 欧洲的很多主要国家都卷入其中 战争爆发了 那需要的肯定不是丝绸陶瓷 而是武器 购买武器需要军费 需要银元 所以在战争期间 西班牙国王就下令 限制向明朝输出白银 而且随着无敌舰队的覆灭 西班牙人的海上通道 也被荷兰人英国人所切断 到了公元1639年 从美洲运往明朝的白银 基本上就已经中断了 而明朝灭亡 就在公元1644年 五年以后 也是乌夜偏逢连夜雨 这时候日本进入了德川幕府时代 德川政府也禁止白银输往中国 这样两条白银输入通道 都几乎在同一时间中断 明朝很快就陷入了银荒 市面上的白银减少 最终导致了通货紧缩 有人说通货紧缩挺好啊 至少物价不再上涨了 其实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 可能危害性更大 通货紧缩会造成企业的利润率降低 而企业挣钱挣的少了 自然就需要裁减员工减薪 员工的收入减少了或者没有了收入 那他们的购买力自然也就降低 他们就更不能买东西了 造成物价的进一步下降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当时的明朝 因为白银的通道断绝 银价开始飙升 白银与铜钱的比例开始不断的拉打 大家要知道 白银通常是掌握在富人手里 老百姓做点小生意卖个粮食 他们收的只能是铜钱 富人们手里掌握着白银 他们以前又叫藏了大量的白银 这时候他们并不紧张 最紧张的是穷人 而按照明朝的一条编法 那时候明朝仍然坚持使用一条编法 老百姓纳税交的可是白银 老百姓收的铜钱 换不来以前能够换来的白银 这无疑是增加了百姓的税负 比如说以前一千文钱可以换一两银子 那么现在五千文钱都换不了一两银子 可是老百姓还要交一两银子的税 可想而知老百姓的日子该有多难过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张居正的一条编法是错误的呢 我觉得不应该这么说 毕竟时过境迁 明朝的统治者应该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 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货币政策 张居正实行一条编法的时候 他无法预料到一百多年以后 明朝会陷入银荒 欧洲和日本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所以错就错在当时的统治者崇祯皇帝 没有及时的做出经济调整 崇祯也不是什么都没错 他做了两件事 一个叫开源 一个叫节流 所谓开源就是加税 增加参想 练想 团想 脚想 这样使得贫苦百姓的生活是更加的苦不堪言 所谓节流就是裁减一些他认为不必要的行政队伍 比如说地战 结果裁出起一个李自成 如果他有钱的话 也不用逼着红城仇 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出战后进 导致了松紧战役的势力 因为崇祯耗不起了 耗不起那些 每天都要花费的军费 同样的原因 如果他有钱的话 他也没必要逼着孙传廷在同关出战李自成 导致了同关打败 孙传廷被杀 所以啊 白银的匮乏导致了百姓的生活无以为继 纷纷是揭竿而起 而白银的缺乏也导致了明军在与后金人和明辩部队作战时捉襟见肘 此时再加上小冰河期的临近和瘟疫的流行 而明朝此时又摊上崇祯那样的一位皇帝 明朝的灭亡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 明朝这个曾经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 最大的贸易顺差的国家 因为没有与时俱进 及时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 最终使自己变成了一个弥足的巨人 在白银的反复冲刷之下 这个巨人最终是轰然倒立 留给后世无数的遗憾与叹息 但历史并不是让我们只做这些无谓的遗憾与叹息的 历史是想让我们知道 曾经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当时光轮转 以前曾经发生的事情 又一次摆在你眼前的时候 你就可以悄悄的对自己说 这件事情我知道 它曾经发生过 它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B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